那麼各位你先拔開這個軟體之後啊 其實你看到它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是用那個Classic就是舊版本的 應該它的布景主題是比較淺灰色的 畫面也有點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雷同 那我們先從左手邊這邊看一下 這個場景 場景就像電視台裡面的攝影棚的概念 請問有沒有一個電視台 就是只有一個場景的 就是一個攝影棚的很少 除非它是直播的嘛 好不然很多電視公司 電視公司是不是會有很多節目在進行 那節目在進行的話它可能 A節目就用一個攝影棚 B節目是不是就用第二個攝影棚 那那些布景如果已經比較常態性的 它就留在那邊 下次再拍的時候是不是就直接進來了 所以呢這邊就是類似那個攝影棚的概念 那麼每一個攝影棚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道具 你的布景啊道具啊就是這裡的來源 那這邊呢就是有塗層的概念 就有塗層的概念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那我現在呢我就來先請同學幫忙一下 來我來抓一下我的畫面這裡 現在這裡我就先把它先停一下 我把我攝影機有沒有抓進來了 好抓進來了齁 那我就先讓它暫時放在這裡沒關係 那我可以請同學來幫我把後面的綠木裝起來嗎 有沒有同學願意 齁太好了 這種有自願的最好的齁 我這個木是比較小 剛剛我們學校也有齁 我們學校也有齁 但是呢這裡我們就開始 來 好 來來來 沒有關係 好你就把它放進去 這樣會掉下來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這個木啊 你都可以 其實都很方便啊 你去外面買 你不要在網路上買 我知道我這樣會掉下來沒關係 你在網路上買那種專業的 反而比較貴齁 所以我有帶這個夾子啊 有沒有 蝴蝶夾 你可以在後面夾一下 它就不會掉下來 對對對 有沒有我們原則上 木就是盡量讓它這樣平平的 盡量不要太皺 拍座的話 有時候你錄下來 那個去背會效果比較差 嘿 好 你看 同學這樣 還不錯對不對 他們兩個很棒 幫我撐得很便宜 那 這樣好了之後呢 謝謝謝謝 好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 坐進來囉 我可以找一個適合的背景 在這邊齁 我這個 我就先把它停止一下 好 給你看一下 我稍微放小一點齁 像這樣子 OK 那 我找一個 3D的背景給各位看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在哪裡有呢 你從這裡 這裡 我們剛剛這個OBS 任務裡面的OBS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虛擬攝盆的練習素材 你打開之後會連結到我的雲端硬碟 從這邊打開 你會看到裡面 你們看到應該是縮圖版的齁 在這邊有沒有背景圖 好 點進來 我先把學校的把它放進去好了 不然這樣不公平 現在看到背景圖這裡 就有一個我們學校的 有看到的齁 點開 因為我有放學校的照片啊 名字也有改啊 這樣可以啦 好 那你要怎麼拿到這裡面來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從這邊 你去選擇說我的圖片在哪裡 這種不人性嘛 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剛剛比較人性的方法嗎 是的 你就找到那一張 其實好像不一定要把視窗縮小 那如果你 我這樣是你比較方便 這樣是不是丟進來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時候 可不可以丟 也可以 怎麼丟這樣子 按著它 拉到這裡 但是滑鼠不要放開 再拉上來 有沒有一樣進來 什麼 你們怎麼動 來 但是你看一下 剛剛這裡這樣丟進來 我的畫面是不見了 因為這裡有塗層的概念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被我擋住 你就拉下來 有沒有移動 塗層就可以移動下來 放開 這樣是不是就回來了 好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找個寵物來吧 一樣 你剛剛看我這邊 有沒有這種透明圖 點開 這三位 去年底就失業了 試答應完了就沒了 對不對 你也可以 有沒有這個都是去備好的 好 這都是去備好的 所以如果你下載好了之後 也可以把它拿進來 我看一下我放在哪裡 再下載這邊的樣子 有有有 這裡有熊站有沒有 好就按著它一樣 丟進來丟進來 有沒有都進來了 去備的就是這個好處 好 這樣就進來了 好 那我這個畫面 我就留著 當作是現場轉播 我把它放下來 我抓另外一個畫面 可以嗎 蛤 你以為我只有準備一台攝影機嗎 我還有其他台好嗎 好 這一台用了 還有一台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 OK 這一台 我就是要拿來去掉的 就是做綠幕去備的 好 你看到它 這個我就要做後面一點 熊站擋到我 這樣你可以看到我操作的過程嘛 對不對 好我點到它我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濾鏡 這個其實跟我們真正 一般在做所謂的影片剪接的概念是都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畫面進來了 可是我希望它不要這樣子 因為這樣比較沒那麼高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右下角 左下角這邊有沒有一個加號 特效濾鏡 特效濾鏡這個加號裡面 我們就把它按一下 有一個東西 叫做 色度鍵 同學在操作的時候很容易 跑到色彩鍵 只有一個字的差距而已 所以你稍微留意一下 按下去 確定 好 那這個地方呢 預設就會在綠幕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電視台也好 拍電也好 大部分都是用綠幕跟欄目 那現在比較多是用綠幕 但是不代表欄目不能用 看情形 綠幕 那麼 好了之後呢 你挑選好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所謂的幾個參數可以調 原則上就是這三個參數要調整而已 記得喔 由上而下調 也就是說相似性是第一個要調的 好你如果是顛倒順序 可能調出來效果就比較差 那我一般我會把我這個畫面拉到旁邊 因為這樣子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 好 那這個還不太夠 我就拉 你有沒有覺得 去的比較乾淨一點的 而且是即時的 這樣沒錯吧 好 那第二個呢 平滑度就是旁邊 你有沒有發現我從旁邊慢慢縮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它會有一點夾夾西這種 就是有點這樣閃閃閃的 表示其實這個旁邊已經是什麼 半透明了 半透明了 所以就表示你做太多囉 我再拉回來一點 好 太多就不見了嘛 所以今天如果有小綠綠或小藍藍的 嘿 你就可以 你該不會上完今天的課回去就要當直播主了嗎 老實講這軟體可以直播 你看右手邊有沒有串流 如果你想不開的話你可以喔 這個不用通報 這個不用打那個113求救專線 好 那你調的差不多 那這個呢 最後這個 你如果想要黑白演出的話 你就往右邊一點 往左邊一點就恢復 本色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你這邊調好了 沒有問題就按關閉啦 這樣有沒有OK 有 可是你會發現我上面這裡 因為我的綠幕是不是沒有那麼高 有時候我們拍片的現場 剛好沒辦法嘛 沒辦法去做調整 怎麼辦 你可以裁切一下 你剛剛看我直接點這些點 是不是都放大縮小 你可以搭配一個按鍵 就是這個按鍵 請問這個字要怎麼唸 完了 你們怎麼都唸這個 你們唸工程的嗎 你們都唸Auto 這個是Auto吧 Alt 這個字啊 鍵盤上這個字叫Auto 改變的意思嘛 Shift也是轉換啦 Ctrl也是好控制 所以你按住Ctrl鍵 你看我把上面的 有沒有發現 有裁切那一邊 顏色不一樣 這樣你就知道你有切到哪邊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這樣不太適合 這樣 可以嗎 但是 這樣太赤裸裸對不對 蛤 什麼叫赤裸裸 就是老師就坐在這邊 你這樣 我們至少要來個獎台嘛 所以呢 請來這裡 我有準備獎台 獎台我有準備倒影喔 好嗎 這樣會好看一點喔 所以呢 我就把獎台叫進來囉 獎台獎台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虛擬攝影棚嗎 就是你就是導演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把你的獎台 準備好 各位 好 所以這種的話其實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兩個攝影機有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你這樣看不準對不對 我把它放到同一個 比較基準 我都放在我的電腦螢幕上 你來看看到底這兩台攝影機哪裡不一樣 可以嗎 這樣我人 坐下來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啊 獎台我們先讓他放後面 之後的隱藏起來 你來看看這兩個 我把人也抓到一樣大 顏色 還有呢 你們 有沒有人 就是那個手機後面有加這個的 有沒有人手機有用這個 請問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廣角 因為你們都不希望點很大 對不對 自拍最頭大的就是頭很大 因為很近啊 所以要用廣角 要用所謂的什麼自拍神器 就是要把它拉遠一點嘛 廣角鏡就是有這個差別 你不覺得 這個人比較瘦嗎 因為廣角鏡你會變瘦嘛 這樣了解 第二個 就是他拍的範圍是比較大 你看我把這個先 把那個去背的部分我先拿掉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眼睛可以關掉 這樣有沒有恢復 有沒有 你不能要我一定要兩個疊在一起才叫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就是聲音有不一樣 其實這個比較好的 這個 這個 是立體聲 一般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包括你notebook上面的 大部分都單聲道而已 所以效果比較大 那當然啦 這個買一台 這個買四台嘛 價格當然就不一樣 畫質也不一樣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樣子 你了解了之後 我就再把它恢復一下吧 特效濾鏡 不是這個的 是這個的 這個的 好 所以你按右鍵這個濾鏡 我就再把眼睛打開 這就恢復了 好 就恢復了 那我們的獎桌 再把它拿出來 所以你知道虛擬攝影盆 就可以這樣玩 如果這個size太大對不對 熊大如果要來這邊 我們就請他過來 但是要注意一下 跟你照鏡子一樣 左右顛倒 現在熊大在投球對不對 在我的左邊還右邊 好 你覺得在我的左邊還右邊 左邊 右邊 自己在拍的時候是左右顛倒 所以他 以我自己來看 他在我的右邊 以我來看的話 以我的角度來看 他在我的右邊 但是呢 我要往左邊移動 才可以接球 了解嗎 我往右邊 就接不到了 因為這是跟你照鏡子一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可以齁 所以你知道我們今天要玩什麼了嗎 OK 好